移民改革推称是一波三折 引发了墨西哥以及拉美国家的关注 来自美国芝加哥的拉美及加勒比社区全国联合会执行主任奥斯卡博士 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拉美研究所举行的 有关美国移民政策的研讨会上表示 美国的移民政策是失败的政策 奥斯卡说 美国两岛的利益之争 导致迄今为止 美国的移民全面改革方案无法在众议业通过 也使得有一千一百多万非法移民滞留在美国 奥斯卡向风华卫士记者表示 以拉美伊为主的非法移民 在美国服务业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奥斯卡表示 美国社会对于少数族裔和移民 特别是拉美移民的歧视 是根深蒂固的 目前仍然没有多大改善 奥斯卡认为 奥巴马在其任期内 签署全面移民改革方案的可能性并不大 墨西哥政府和民众都关心美国的移民改革进程 因为改革方案不仅仅关乎着 600多万墨西哥非法移民今后的命运 而且也关系到每年200多亿美金的 侨汇收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奉华卫视加美郡 墨西哥城报道